看电影 找旭哥 助你买房又买车 大家好 我是神刀旭哥 经常打游戏的朋友都知道 每一个英雄出生的时候都会自带一点天赋点 有的是力量英雄 有的是敏捷英雄 所以我们人也是一件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 就比如说今天要讲这小子 刻一即刻 勒莫呢 咱听旭哥 慢慢说 故事一开始就从监狱里拽出了一个小子 他这一出来可被底下的人给气完完的了 说啥要弄死他 弄死他 欧巴刚弄死他 为啥这帮人这么恨他呢 就得从他小的时候说起了 话说有个挺臭的农房市场 一个孕妇这样的卖鱼呢 突然一劲剧烈的疼痛 坐地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然后一脚就踢旁边打去了 然后他妈就继续卖鱼 这孩子一吻 你妈天哪 这啥地方啊 这也太臭了吧 于是嗷一场子 被大家发现了 我们的主角二狗才侥幸的活了下来 而他妈也因弃鹰罪被侥行了 然后二狗就被送到了故事院 这帮小子一看 长得也太磕身了 就又想拿枕头给他捂死 二狗又嗷嗓的 让人听住了 又侥幸的活了下来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五岁的二狗居然还不会说话 这也就导致了 二狗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得啥问啥 你听没听过林俊杰的七里香 他往那一躺 至少能闻着十里香 到了13岁 二狗就被卖到了牛皮场 当苦力 由于二狗非常的勤劳 大哥就打算重用他 就领他来到东北最大的城市 铁岭去送货 正好见见市面 二狗也没来过大城市 就闭眼睛在那闻 哎呀妈呀 这生蚝也太香了 然后就各种闻了 什么大米豆油白面 散装白酒白糖味精 清香醋口菜 洗一粉洗在精 这给二狗闻的是嘎嘎开心的 这个时候老大进屋送货去了 就让二狗在外边看着 但是二狗突然闻到了 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味道 怎么给你们形容呢 就是 妈天哪 这啥味啊 这也太好闻了吧 三性吗 不是 那是啥呢 对 就是这个味 人家在前边走 二狗就在后边闻 人家走 他就闻 慢 有病啊 买性吗 一块钱两个 二狗根本不知道 他在那说啥呢 把手拽过来 又是咔咔一顿闻呢 哎呀流氓 你要是在东北敢这样啊 那就是头脚碎 腿打折 雷巴刺脚骨折呀 但是二狗还是不甘心 就顺着味又找人家去了 这时候呢 路过一对情侣 二狗就一直捂着小姑娘 等情侣走啊 这小姑娘也走了 不是你捂嘴就行了呗 捂啥鼻子呢 二狗也没管那些事 现在趁热火 赶紧好好闻闻吧 还是 从那天以后啊 二狗就悟出了个道理 以后要想办法 把好闻的味道收集起来 在市里呢 有个香水大师老李头 他正在那研究一款 叫蓝色妖鸡的香水配方呢 这天呢 二狗正要给老李头送牛皮 就闻到老李头身上这个味了 说你这个味不好啊 这玩意儿跟这玩意儿放多了 还有这玩意儿跟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也放多了 老李头一看 哎呦 这年轻人 鼻子挺好使啊 那你知道具体每一瓶 放多少包 然后二狗就叮光 乒乓 嗡咔哔哔哔 皮了皮了就整好了 老李头一闻 啊哈哈哈哈 果然是蓝色妖鸡的味道 第二天老李头就上牛皮场 把二狗给熟回来了 从此以后 二狗就帮老李头 制造香水 这可让老李头 挣了不少钱呢 这天老李头 给二狗讲了一个故事 说传说啊 在一个法老的墓穴中 挖到了一个 世间罕见的香水 只要人们一闻 马上就能有上天堂的感觉 科学家从中提取了 12种元素 但是最重要的第13种 愣是没研究出来 然后呢 什么玩意儿 然后就没有了呗 传说传说 你是不是傻啊 二狗就让老李头 教他怎样收集气味 老李头就教了 他一种蒸馏提炼法 就是把梅格花煮完 通过冷水冷凝成精柔 二狗一看 So this day 第二天他就决定试一试 找点沸丛烂铁 破纸壳的啥的 也像梅格花那样整 结果长出来 根本没有味儿啊 然后二狗就激眼了 一声气嘎 抽过去了 从此以后就尝握不起 大夫说完了 急火攻心 该吃啥吃啥吧 二狗说除了蒸馏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老李头说 还有一种消失很久的方法 叫做油脂离稀法 但我也是听说 大城市应该有人会 二狗一听 瞬间就来劲了 是病也好了 也能跑了 终于能实现梦想 不用乞讨了 于是二狗就来到了 东北第二大城市 拉斯维加莫斯 学习这个油脂离稀法 他先在这个乡村场 当员工 然后把所有的流程 学习完以后 就开始他的实验了 上街找了个接活的女的 然后到家 往上摄上抹油 哎呀小哥哥 你玩的挺花花啊 我都没见过这么玩的 当二狗拿出刀 准备刮油的时候 这个这女的可吓完了 说大哥 那啥钱 我你放那了啊 我那我得走了 我得 然后二狗就把油刮下来 开始蒸馏 就是这个味儿啊 从那以后啊 二狗就开始丧心病狂的 屠杀少女 蒸馏提炼 警察也发现 最近有好多失踪的少女 但是找到的尸体 却没有一个被侵犯的 这可给警察整崩悬了 二狗这边呢 已经成功的提炼了12片 就差最后一个人的精油了 那就是富豪家的千金 小红 二狗已经惦记他老长时间了 但是他家戒备森严 二狗根本没有机会啊 你说瞧不瞧 富豪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女儿被杀了 于是第二天 就赶紧领女儿上宾馆住去了 你这不是故意送银头吗 二狗一看机会来了 就使劲一闻 啊 我知道了 然后趁小红睡觉的时候 也给他也刮了 二狗终于提起了 十三瓶精华 准备合成一下 召唤神龙 结果神龙没召唤来 把警察召唤来了 就这样二狗被抓进了监狱 这天到了二狗处决的日子了 二狗说 大哥大哥 等会呗 我配完那香水啊 我还没闻呢 我就闻一下 我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结果到了刑场 二狗穿了一身 狗模狗样的蓝色休闲三件套 就连直行的大哥都没下去手 只见二狗把香水掏出来 往手杖上倒了一滴 然后就开始挥舞 欢迎光临 这帮人瞬间就疯了 全跪地上崇拜二狗啊 狗哥狗哥 我们爱你 狗哥狗哥 我们爱你 全篇结束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啥道理呢 说实话我没看明白 网上所讲的是什么 爱与被爱的道理 反正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二狗很清楚 自己的一生想要什么 然后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就这一点就够我学习的了 所以我也要定个小目标 如果这个视频能突破一百万 那我就 太香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 有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我们下期再见